最近,生物学家在俄罗斯俄阔赤克海的丑莲泥岛上 发现了一只外表非常特别的北方毛皮海狗 这座小岛上有很多海狗 普通的海狗宝宝,毛色是黑灰色,还有黑色的鳍 但那只独特的海狗宝宝却长了黄毛,粉鳍和蓝眼 这是一只罕见的白花海狗,出现的几率只有十万分之一 俄罗斯事物学家酒店发现了这只白花海狗宝宝 并给她取了丑小鸭的绰号 她胖乎乎的而且非常活博 显然被妈妈照顾得很好 丑小鸭在一群黑色小海狗中显得格格不入 虽然又躲避的禁令,但并没有被顾虑 这已经不是初年里岛上第一次出现白花海狗了 2011年时 岛上一只被取名为拿芬亚的白花海狗 就被同类排泄 每天孤孤单单生活 野生动物专专救了它 让它送到一间水生馆 现在它过得非常好 如果求少药也被排泄的话 野生动物专专也会启动住院期化 生物学家表示 白花海狗在野外顺利生长到成年 并防止的案例非常小 它只知道白岭岛上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那只白花海狗的外观跟求少药很像 现在已经五六岁了 白花海狗非常罕见 因为外观跟同类差别很大 它们不仅会被同类排泄 还会成年不劣者的目标 希望求少药能健康长大的吧